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雍频道! 今天是2022年4月12日第491集,我们今天的题材是《抗通胀公用股》。 我们在对上一集第491集时,就说内地的汽车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困扰,原因是他们的生产成本不断提升。 所以我在影片总结的时候,也说了就是因为供应链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我很早之前已经说了,但是现在才慢慢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如果你买了这些汽车股,最好是等它在上半年的业绩公布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多严重。 只不过现在我们知道的,譬如好像蔚来那样,因为零件的不足够,所以就要停顿一段时间,就不可以再生产。 那这个对它的影响当然是大。 那你说,不是,它就可以加价了,有很多公司都可以加价的,那些汽车。 但是加价呢,现在的环境又不是那么好,再加价的话,可能对销售量会更加大影响。 现在全世界就集中在看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打最后一局,这一局是生死局来的。 谁赢就会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生态了。 所以大家都要很小心,而且全球性的股市的波动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一段时间,如果大家没什么事的话,最好就不要乱动,不要乱动去投资了。 你知道吧,外围的环境,我们香港是理不了的。 但是我们可以理回我们自己里面的事情。 最近我有些朋友就开始担心这个通胀来的问题了。 那他就说,最近听说有一个陈茂波弄出了一个什么债券出来, 而且调高到最低消费都会派到2.5%。 那问我能不能够? 那我就说,OK,怎么会不能够呢? 如果你是一个不贪心的人,又不喜欢炒股票,又不成的话, 那这些比放在银行的有2.5%的话,那风险就绝对不大啦。 那还有,是打底就2.5%嘛。 如果通胀再高一点,那他又会派多一点给你而已。 那所以呢,我说,适合一些很喜欢稳健,不喜欢赌博的人的话,那这个就对了。 那我们香港呢,除了这些这么稳健的债券之外呢, 那其实呢,我都说过环球的经济首尾很长的。 就算这一场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一场决赛是真的分出胜负的话呢, 那其实还有很多首尾筋要跟的。 那到时呢,没可能在两三年之内搞得定的。 所以我们的经济呢,整个环球经济呢,可能都会是死气沉沉的。 那我们现在在想着,除了这些债券之外呢, 那我们所谓的香港的公用股呢,可不可以对抗通胀呢? 因为通胀呢,就已经越来越迈身了。 那加上呢,美国又说要加息,那不知道这些公用股能不能帮倒售呢? 那我们今天呢,就希望用这一集就告诉大家, 看看有些什么公用股可以抗通胀和抗的时候呢, 应该如何去买这些股票呢? 最近呢,这个陈茂波这个财长呢, 那他就说了,就说会政府呢,短期之内就会发行这个叫做绿色债券, 那发行的编号呢,就应该叫做4252的。 那他原本呢,就说给的回报率呢,就是2%打底。 那现在呢,就说提升到2.5%了嘛。 那这次是一件好事来的,而且还会加码。 原本呢,就想着发行150亿,那现在呢,看情况呢,应该去加到200亿。 那我相信呢,香港应该有很多人呢,都会去申请的啦。 那如果幸好的话,可能拿回十手八手, 就是最多都是扔十万八万下去。 那其实呢,对通胀的帮助,或者对保护自己的财富来说呢, 就帮助就不大的,不过呢,就有好过没有而已。 那这次的债呢,听说呢,就是维持都是三年啦, 那每半年呢,就派一次息啦。 那我最开心的呢,就是这个 息率呢,是跟这个本地的通胀挂钩。 那你就求神拜佛,就希望呢,这个通胀高一点的话呢, 那它就会派多一点。 不过,记住,是有2.5%的。 好啦,那如果你说,啊,那如果要申请,去哪里申请好呢? 那这里呢,就有些资料呢,大家可以看一看 哪一间行呢,可以提供最多的优惠给大家的话呢? 那你就去申请啦。因为这些呢,通常他们要吸纳客户的话呢, 都会是用些很优惠的价钱,甚至是免费,甚至送费给你。 那所以呢,你们慢慢看。 因为这些呢,是适合一些非常保守, 不喜欢有风险,不喜欢有风浪的人去做,那我呢,都举一脚赞成的。 好,我们事不宜迟,立即开播呢,就讲回一些我们香港真正的公用股。 那香港的真正公用股呢,其实只有三只而已。 就是中电2号仔,3号的香港煤气, 和这个26300的港灯咯。 那现在呢,我就举了这三间公司出来给大家看的了。 那现在呢,看到其实呢,哪些是适合年轻人去买呢? 哪些就适合给一些比较有钱的人去买呢? 那你可以看到,譬如好像中电一样,因为它是500股一手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的话呢, 那一次他要给几皮出来,去买它就未必做得到。 所以这些就适合一些身家比较丰厚的投资者, 因为他们有钱嘛,所以买这些就对的了。 那至于呢,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 但是你又比较保守一点的,希望稳稳阵阵的, 那就可以买一只港灯咯。 因为它都是500股一手, 但是它呢,股价只是7.7而已, 所以几千元都有交易的。 那这一样东西大家可以考虑清楚啦。 那至于呢,如果看回他们这三间公司的市盈率来看的话呢, 梅希呢,今天就创了新低,三年的新低。 那就去回一些比较正常一点的市盈率啦,33倍。 不过呢,都是比两间电力公司呢,都还是要贵的。 但是呢,这个市盈率呢,就已经很好看啦。 因为呢,已经去到接近3.9%,3.8%左右啦。 那么,其实呢,和中电和港灯比较呢,都是差无几的。 只不过,如果有得选的,又稳阵的, 那当然选回两间电力公司啦。 好歹他们都有金钟罩保护的嘛。 好了,至于呢, 中电呢,好不要买它呢? 中电本身呢,香港的业务没问题的。 问题就是,它有这个海外的业务的隐忧。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最麻烦的地方。 尤其最近呢,现在的能源格格升得这么紧要。 我也都很害怕呢,今年来, 很可能呢,澳洲那边的业务呢,又再买惹。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会蚕蚀了我们香港这边的盈利啦。 好了,至于呢, 这个煤气呢, 它的业务的隐忧呢,就是它的优势, 会慢慢消退。 我经常都强调一样东西,就是两间电力公司呢, 早晚呢,可以将这个煤气公司的市场份额呢, 是瓜分了它的。 因为呢,没错, 起楼的时候呢, 都会有煤气管,都会有煤气供应的。 但是可以不用的嘛, 可以用回电子东西的嘛, 可以用回电力的东西的嘛。 所以呢,这间公司的隐忧就在了。 不过呢,四叔呢,他就很好人的。 即使最近呢,我相信他的业务呢, 那个生产成本呢,是贵了很多。 但是他也不敢乱加价。 那么这件事呢,就唯一比较进取一些。 但是如果说投资的话, 似乎都是两电比较好一些。 至于呢, 这个港灯呢, 他就没什么大问题。 他扎根香港啦, 也都没有其他海外业务啦。 问题呢,就是前那阵呢, 早几年呢,就分拆出来的时候呢, 李嘉诚呢,就弄了一架计时炸弹下去。 这个呢,就是重刑债务的隐忧。 那么你知啦, 现在最近那个利息如果要上升的话呢, 可能会影响到他的。 不过你放心, 这个计时炸弹呢, 是只有李嘉诚你扎他呢, 他们懂得去拆解的。 所以他们会看得很小心的。 他们只不过弄了这个计时炸弹下去呢, 就是防范那些人来突杂这个港灯而已。 你不弄他的话呢, 他们两父子知道怎样去拆这个弹的。 所以呢, 看完这三间的话呢, 如果保守点的, 或者是觉得是好点的, 应该港灯好点啦, 因为港灯就是窄于香港嘛, 其他外面的世界就不理得那么多了。 那也是那句啦, 你在香港岛就买回港灯啦, 你住在九龙和新界的, 买回中店就搞定啦。 至于煤气呢, 跌穿9元, 去回4厘左右的话呢, 那才考虑他都不迟。 我们香港呢, 都有另类的公用股, 就叫做香港运输的公用股啦。 那你都知道呢, 我们香港呢, 有几家巴士公司啦。 其中有两家呢, 就是伸巴城巴啦。 这两家, 幸好新世界旗下的公司呢, 是退出得快, 卖了盘给人, 不然现在真的输得哭啦。 听说现在每个月都要输6千万, 那因为呢, 没什么人流嘛。 那这次呢, 我们就想拿两家企业出来说啦。 第一家就是62号, 载通, 即是九巴啦。 那另一家呢, 就是港铁, 66号。 那这两家呢, 其实那个 size呢, 就差很远的。 那一家呢, 就去到成 2500几亿, 那另一家呢, 只有60亿, 不过呢, 大家各有所需啦。 如果你让我选择的话呢, 我就不是很喜欢地铁的, 因为呢, 我喜欢坐巴士, 所以呢, 我当然当然是投给这个981票啦。 那但是如果你看看两家公司的市盈率呢, 反而呢, 98呢, 就会便宜少少啦, 24倍。 那这个港灯呢, 就去到27倍那么上下啦。 那至于呢, 那个股息的收益率呢, 都是这个98比较好些小的, 有3.8% 其实就不算标轻的, 不过如果跟港铁比较起来的话呢, 港铁只有3厘的话, 那当然是选择这个载通好些啦。 好了, 至于每股资产净值的话呢, 就载通呢, 就每股值29元, 地铁呢, 每股都是值29元哦。 但是你要看一下, 现在的股价, 人家载通得12个几十三元, 而这个地铁呢, 整个四十几元, 那如果有得选择的话, 那都是选择啦。 好了, 最后可以说的呢, 就是如果你是憧憬这个载通, 是有私有化的情况出现的话呢, 那应该投载通的信心一票啦, 原因就是他六十亿而已嘛, 如果要收购的话, 他的大股东其中一家是新鸿基地产, 这样收购起来, 或者是私有化起来的话呢, 其实不是很肉赤而已, 问题就是会不会这样做的呢? 至于港铁呢, 经常都说的啦, 他的地产业务分分钟要不断去补贴这个 车务的业务的, 但是如果人流开始恢复的时候, 那两家公司可能都会好回呢, 但是现在呢, 暂时都不要看得那么好, 因为我发觉九八应该呢, 今年来呢, 可能上半年呢, 是业绩相当之差的, 地铁呢, 都是差无几而已, 只不过地铁就多些地产业务挡得住的而已。 另外, 还有的就是我们香港的电讯业务, 香港的电讯业务算不算是公用股呢? 有些人说算怎么会不算呢? 不过呢, 它就没有受到政府保护的, 现在就拿四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包括了这个6823, 就是这个真的是香港电讯, 跟着另一间就是数码通315, 另外就是香港宽频1310, 最后这个就是中信的电讯1883, 这四间公司呢, 其实看上去的息率也挺好的。 你可以看一下, 譬如像香港电讯那样, 我持有它的, 就是6.7% 数码通就是7.12%, 不过我就不建议人家买数码通, 原因就是数码通一路买, 股价就一路跌的, 最近就徘徊在4元边缘, 看它的税价分分钟不行的话就一路跌下去, 可能会跌得更加低的, 所以你赚到它的息口也没什么用的。 至于呢, 这个香港宽频我也是一般喜欢的, 原因就是它这间公司是股东特别多的, 那这些股东我觉得整班都是那些基金佬来的, 随时都想散水的, 加上它的市盈率太高的, 56倍, 那为什么要买它呢? 主要另一个就是这个1883, 1883其实跟这个香港电讯都是挺好识的, 甚至是应该最好识的, 去到7.8%, 它也算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两者比较的话, 我自己当然就倾向这个香港电讯, 因为1883的业务大部分都是澳门那边的, 但是这些电讯股其中都算是公用股, 有稳稳定的客户, 有稳稳定的业务和盈利的话, 派息又稳定, 可以抗通胀的, 大家可以不妨考虑一下。 还有一些香港的另类公用股, 这些公用股的业务未必在香港本地, 不过同样地是比较稳定的, 大家都想知道我说哪几个了, 没错了, 就是这几个了。 首先打骂上的, 就是长江基建1038, 加上6号, 即是电能实业。 另外, 就有中国移动, 加上就有电讯营科8号, 每个人对他都一样的印象, 不过最近他已经是洗身隔面了, 应该属于比较稳定的。 长江基建最近的股息跌下来, 大概4.6%, 我觉得不太吸引了, 不过他的股价 最近来说相对比较稳定, 比较强横一点的。 可能就是 他有些业务可以出手, 在英国那边, 暂时就没有消息了, 一旦消息公布了, 行不行, 会后两极的表现, 所以大家要小心点啦, 如果炒这只股票的话。 至于电能一样啦, 因为消息跟这两家公司很有关系的啦, 只不过就是这个电能 就比较 更加平实一些, 它就有5.4%的回报率, 算是相当不错的啦。 至于中国移动, 前一段时间都炒过一轮的啦, 它现在就在做7.4%的收益啦, 其实都算是非常不错的啦, 兼且它每年大概都是单位数字的增长啦, 你不可以要求它太多的。 只要中国的业务没什么问题的话呢, 理论上它都OK的啦。 好了,至于这个电讯刑科呢, 因为现在香港呢, 这个媒体上来说呢, 我觉得它是红霸天下的啦, 因为你见到这个什么开电视呀, TVB呀,已经不是它对手的啦, MiuTV慢慢杀上来的话呢, 迟早有一天就会将这个TVB就消灭了它啦。 所以呢,我也是见到呢, 它现在的势头是相当之不错的, 8.2%的股息回报率, 不过呢, 它的股价又不是说删得那么飙青, 因为都是徘徊在这个4.5元以下啦。 其实呢,我在等它一个突破呢, 就是看它会不会创出这个全年的新高啦。 但是这一家公司不容易做的, 只不过我觉得它的生意呢, 应该是可以维持得比较好些的。 那大家呢,也都不妨考虑一下啦。 下到我们这一条片的总结啦。 那我们有些什么可以继续讲下去呢? 其实呢,就是我们知道呢, 高通胀呢,就已经是来临的啦。 要进取呢,就是加息的部分呢, 也都会继续撒起来啦。 因为美国呢,听说这个5月份6月份呢, 加息已经是肯定的啦。 那如果加下去的话,我们香港也要跟随啦。 那加息的话呢, 其实呢,我们的通胀会不会受到控制呢? 现在真是未知了。 但是加息呢,会不会影响到股市呀、楼市呀? 肯定会啦。 所以大家都要想尽办法呢, 怎样去令到自己的财富可以抗住通胀, 不要被通胀蚕食了我们的购买力。 那我现在呢,其实就正在考虑, 要不要买日元呢? 因为这个日元呢,都是属于一种强货币来的。 那最近呢,它就比较药煲一些。 那药煲就对了啦。 那买来投资一下也好啦。 如果将来去日本玩的, 那也都可以拿这些日元去洗嘛。 但是如果是 纯粹拿来投资的话, 那它可能又会涨上去的啦。 那现在呢, 日元听说就跌得比较紧要点啦。 每100日元呢, 只需要用6个2.3的港币呢, 就买到了啦。 那我呢, 听到呢,我的朋友经常跟我说, 7元楼客就买得的啦。 那现在呢,6个岭了啦。 那所以, 是不是应该是值得去投资一下? 分分钟升上去7元的话, 喂, 那也有十几个%的利润了啦。 那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港元呢, 或者港股呢, 其实是没跌够的啦。 现在来看的话呢, 有机会跌穿2万点的机会率呢, 是相当之大下的。 那大家呢, 要小心点去看下怎么去做啦。 至于呢, 这个美股呢, 同样地, 是没跌够的。 那因为美股呢, 对这个利息的上升呢, 是特别敏感的。 那所以NASDA呢, 都是没有运行的。 那, 昨天呢, 我就做了一个创举了啦。 99元买不到的台积电呢, 终于被我在97.27元, 听着啊, 是97.27元买入了的。 那他呢, 我希望他当然就是升上去啦。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 台积电是低得那么紧要的。 市盈率现在只有23倍而已嘛。 迟些出了业绩的话, 喂, 分分钟不用20倍啊。 作为一个晶片的龙头大佬, 怎么会那么便宜啊? 所以我投他顺势一票, 暂时可能会挨下价, 希望将来会好回啦。 在这条片没结束之前, 希望大家会满意今天的内容啦。 希望大家可以给个赞给我, 因为这个赞对我这个频道是非常之重要的。 也都多谢各位的给面, 多谢多谢。 各位, 今天同时间我亦都出了一篇新的文章啦。 内容就是高息去益压这个高通胀。 其实我们港币和美元是挂钩的嘛, 应该就是我们香港的情况和美国的情况差无几才对的。 现在美国那边的通胀的确是烧到含含声。 但是在香港这边, 好像没有人提醒过这个利息会加会影响很大, 又或者我们香港人好像不太害怕。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加息这个浪潮一定会烧到埋身, 所以各位就要做好准备。 这里有一篇文章, 希望大家有时间进去看看, 到底这个加息会怎样影响通胀, 怎样影响我们的经济, 怎样影响我们的就业。 这里有个网子, 希望大家进去光顺一下。 如果看完之后,麻烦各位可以帮我按一按这篇文章前后左右附近的广告, 帮我按一按就可以了。 在这里多谢各位的帮忙。